你看你们两个人结婚的初期感情是很好的 对 你自己能不能想一下 怎么突然间会变成这种情况 就是你给出的理由应该是 因为受到了一些挫折在事业上 对 但是说实话 这不能成为一个理由 很奇怪的呀 这个人怎么突然一个 从你心目中最为喜爱的一个男人 变成这种今天这种状态呀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们一些真实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这几年 确实他的事业不顺 我觉得这最主要的 当你老公事业遇到低谷的时候 你是什么态度 你是鼓励他还是责怪他 你还是跟他共渡难关的呢 我没听到这些信息 第一次的时候我和他是一起共渡难关的 因为我们没有翻到钱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责怪他 我说没关系老公 我说咱们就相当于 因为咱们还年轻 我说咱们就相当于拿钱 就是花时间花精力 买了一个教训 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给他列举了一下 我说你看真一对的事 说明这个人怎么怎么回事 我都和他有分析了 所以当时呢 他完全没有听我的 他就觉得说 哎呀你富人之见就这样的 他对我的全是处处是在打击我 那时候他的情绪受到了什么打击没有 有没有跟先贤比 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呢 在生活上 就是我老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全北方人 就那种很直的一个人 就他的脑子呢是一干弦 我到底我是哪做错了 可能专家说 哦确实是你这个男的做的不好 做的不对 可以我认 而不是说你来说 我都全部做的不对 那加上他那种 他觉得自己还不得了 就还膨胀这种 别人一直都叫他这个总啊 他都非常膨胀 回了家以后呢 经常对我是指手画脚的这种 当时是谁指手画脚呀 我虽然是公司的常务总经理 我很多事都得听他的 后来我就 我是这样的老公 我说你回来带孩子 我去上班 因为我觉得我的收入 思想各方面 肯定要比他更超前一点 我觉得 后来他也同意了 这一三年呢 他就陆陆续续的 就回在家待多一点 一边带孩子 有时候他比如说去外地的时候呢 他也还会去 还会去 有一些担什么的 但是那时候呢 就是他大部分时间 就是可能会在家帮我带一下 我也是想呢 就是说只要他能改正 我还是想呢 孩子因为也大了 我也想凑合着 就是过下去 怎么还不一辈子嘛 但是他是越来越放肆 我们感情出现 出现了裂缝以后 他没有说是想去 想努力说 咱们修复 没有 还是那样 还是就是每天就是骂 你要知道一个男人骂 一个女人 每天都在骂 他那种语言 那种声音 是特别受不了的 他每次骂你都很大声 特别大 就是什么 就那种特别难听的话 反正我每天和他在有朋友 我就得特别害怕 就特别 就是心情宅见的那种 对对 语言暴力的内容 都是想脏话 对 有实质性的内容吗 他就是说 我一天在外边忙 不是忙工作 总之就是给你确定一个 你的这个性质的问题 对对对 是吧